哈嘍大家好 我是老師希望你的頻道呢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就著我們的 ig fb 推曲 bb 還有幾次口 好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鋼藍的手遊哈 那我們 介紹一下這個這款的遊戲 劇情 語音然後一些機師機甲 還有塗裝的部分 他們把影片接著幹下去吧 陶金正 豐擁而至 戰爭 如影隨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七机动队 收到请回答 你抵达增援地点 收到请回答 救援信号中断了 我们来晚了 狄欣 是灰烬之子 原来是想应救援信号而来的佣兵 那就只能怪你们效忠错了主子 凯登 他们人太多了 别慌 戴娜 一步步来 先解决这个岛路的 目标已锁定 出击 凯登 让我来解决吧 好 判断一下狙击射程 破损了驾驶舱 嗯 一个完美的狙击点位 可恶 这两个家伙是老手 凯登 我没事 他们也冲你来了 第二队准备包烧 拿下这小子 又是一波反抗军 到底在伏击什么人 小心 一个机体信号正在高速向你接近 这才应该能上头条了 是我们的援军 我是北陆联合陆战营机动队 洛莎迪阿兹少校 立刻解除武装 北陆联合的王牌机是瓦尔基里 他怎么会在这里 听到我的名字就应该撤退 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强势队型 集中战位截队方式 上一次大战 该战术队型曾被广泛运用 但是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在我面前 好 好厉害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兵 是联合军的秘密武器吗 不只是机兵 驾驶员的灵敏度和反应速度 也远远超过我们 洛莎迪阿兹王牌吉时 说他超越了人类也不为过 所有回进制子小队 放弃任务目标 立即撤退 重复一遍 立即撤退 凯登 反抗军往边境方向撤离了 居然出动了这么多兵力 罢了 深追的话 说不定闹出外交危机 出风头的机会一点没留给我们呀 我说 你也是北陆联合的人 需要我记住你的名字吗 佣兵 凯登纽曼 感谢你的支援 我听过关于你的传闻 他们都说联合军的王牌吉时 能用大脑神经直接控制机 不知才是幸福 不想变得不幸的话 还是尽快逃命吧 这是给你们的忠告 希望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他怎么一个人追上去了 看来联合军氛围紧张的传言也是真的了 这里是北陆联合军 前方武装人员请立刻表明身份 来得可真够及时 好了 让我们和军方好好聊聊吧 等等 我们才不是什么可疑人员 我和凯登 可是顺着你们的球员信号 特地赶来的 不信你们去问追击反抗军的那个女人 喂 检查我的机兵的时候 对她温柔一点 检查武装并核实身份 这是例行公事 走私 偷渡 非法入侵 这是谁的档案 我可是恩菲尔德军事学院的正派毕业生 涉嫌杀害北陆联合机动装甲高级研究员纽曼博士 你怎么会有你这种嫌疑犯 让开 戴娜 他说的是我 我想我的底细你们已经够清楚了 通讯记录可以证明 我们的确是顺着第七机动队的球员信号赶来救援的 联合法庭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是我杀了我父亲 纽曼博士 还真是个令人怀念的名字呀 啊 无意打搅 我希望你能表达感谢 可以给我几分钟时间吗 啊 您 您就是电视上的那个北陆联合中米赫马岛的总督布兰尔 总督阁下 全体立正 敬礼 我听说 今天下午 是两位英勇的外部机师挺身而出 击退了反抗军的增援部队 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我还听说 负责保护我的第七机动队伤亡惨重 而姗姗来迟的联合军部 却把英雄当作犯人抓了起来 长官 我们只是在检查档案的时候发现了可疑人员 我们 够了 难道你想要我在事件报告上写下你的名字吗 我想 这应该只是一场误会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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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用現有素材自由發揮 來試試更改圖裝吧 總之呢 殘酷有些你的物品的部分 那 像這個戰鬥紀錄的學習影像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 機師的部分哦 然後幫助你的 機師升級 那這個就有點像那個升級單啊 然後升級單有不同種類 看來我還能再看幾年 然後升級的話 就是你的這些基本屬性的上升哦 再來就是像 競人數的部分 競人數部分就是這個仿生電腦 好你需要這個 起 垂直啟動劑哦 你可以在這個經濟戰役的 戰鬥中嗎 戰鬥中獲得 好 那除了這些以外 這基本的操作哦 然後機甲的話 就是你可以拿到 機甲整備的 的這個介面裡面呢 去更換你所要的機甲 但是你這個機甲如果操 操出這個動力的出力哦 你會無法攜帶 那每個不同的機甲呢 他的這個火力護甲呢 動動量這些都會改變哦 像這樣 就是敲你覺得適合的機甲給這個 機兵裝備 啊就是這樣 然後呢 另外就是這個塗裝了 這個組裝算是 比較大特色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動畫裡面哦 他的顏色也是也是會跟著改變的 然後武器呢 除了 這個機身以外呢 你的武器也可以塗了一下啊 塗一下 剛忘記塗了五塗武器哦 右手可以塗一下哦 右手沒有粉紅色的嗎 我全部給他給我粉紅色 好 總之呢 這些機甲徽章啊啊 看不出來啊經典哦 可以縮進哦 帥 你囉你囉 你囉你囉 帥啊六號機 官方方案 哦 我官方有官方的哦 確定 啊這是我剛才配的哦 我看一下有沒有其他的官方配案 服裝 阿拉瑟 我不喜歡這個 我喜歡粉紅色 粉紅套裝 這樣才潮哦 然後莉莉這一隻看起來是 就是遠程距離的這個機兵哦 中型機甲 金型機甲 機師 好的 然後這個 每一個機甲都可以塗裝了 他都看你想要塗上什麼什麼顏色啊 自己去換 ok 好的 大概 就到這邊啊 總之呢 這款就是 戰旗的這個 機戰手遊啊機兵機甲手遊 除了 塗裝以外呢 可以自由搭配 再來就是這個攻擊的時候 可以攻擊右手把右手部分 把他破壞 敵人就無法使用右手的武器 那左手一樣啊 然後中間驅乾 幹掉的話 這個機甲就直接報廢啊 嘴部 把他破壞的話 就移動力下降啊 大概就這個樣子啊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塗裝啊 塗裝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然後機師的部分呢 就是 要養成啊 不同機師有不同天賦哦 跟你來說就是這款遊戲就是 目前看下來哦 語音 有配 然後再來就是過場動畫是做的 真的蠻不錯 他過場動畫那些機甲的聲音跟音效 都做的蠻 震撼的 其實我在聽的時候 音效是真的不錯 相較之下音效真的不錯 然後目前沒有覺得 不流暢的部分 戰鬥 戰鬥也蠻流暢 然後因為現在 戰鬥已經可以調傷倍數了哦 所以不會顯得農場動畫部分 戰鬥動畫也是可以把它關掉 所以 跟你來說是還好 然後機甲移動格子的時候 速度也不會太慢 都算是 蠻順暢的啦 然後那個精準設計 對精準設計可以直接 拳要位置 然後移動 我覺得還蠻不錯了 這蠻蠻特別的啦 這蠻特別的 這又符合機甲這個戰鬥方式 然後最後呢要宣傳一下 封測的活動 那在封測報名的時間是 3月25號到4月7號 那封測開始的時間是4月11號到4月15號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關注官網或是粉絲團 那也可以點擊影片的說明連結 那在封測的活動頁面呢 會在3月25號推出 成功報名的話呢 封測期間每日贈送遊戲內一萬元的點券 還可獲得封測限定的規章 好就是這樣 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大師做討論 那喜歡的頻道呢 記得按下訂閱鈴鈴鈴鈴 接著我的iPhone TwitchB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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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